你叫什么 也写成这样 比如说我们写一个 财 刚才的财 在欧阳曲里写财子 不提勾 一般凯书写财子 不提勾 就是财 我们写个 井 井 我们再写一个 王子三横 都应该是中横 这种写法呢 是把王子底下就横 写长 下面呢 我们写下小横 小横的写法 小横呢 前边要 要有个尖 后边呢 顿比不要太重 注意小横的形状 小横也是多种多样 我们还是从实用当中来分析一下 比如说我们写一个盖 锅盖的盖 三个小横 基本差不多 我们再写一个 做好 先行好 看 行好 videos 小孩呢